纽西兰北岛致命洪灾紧急状况今天仍未解除 蚝雨已造成土石流、山洪爆发以及道路坍塌 路透社报道 纽国最大城市拥有160万人口的奥克兰、阿克兰 27日离经史上最多的雨量引发洪患 造成三人丧生 至今仍处于紧急状态下 警方今天表示仍有一人下落不明 目前紧急情况的重心已向南移动 距离奥克兰约220公里的淮托摩区 Wetomo District昨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纽西兰气象局NetService警告 今明两天北岛天气将更恶劣 包括奥克兰 并说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大雷雨 纽西兰气象局表示 密集的降雨也可能引发淹水及爆红 警方今天说 不远的普兰地湾地区Beta Plenty同样有着大面积的洪患 土石流摧毁移动房屋 并威胁住相邻的几栋地产 奥克兰机场 阿肯尔尔波尔区27日 关闭了国内与国际航班业务后 纽西兰航空公司Air New Zealand今天表示 纽航将于今天正午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日23时 恢复奥克兰的起降作业 上任不到一周的纽西兰总理西京斯 Chris Lippins昨天搭乘直升机飞越奥克兰上空 接着巡视灾区 他形容这次洪患对奥克兰的影响是最近记忆中不曾听闻的 这次的好雨打破奥克兰降雨记录 奥克兰机场截至昨天上午90的24小时 累计雨量达249毫米 超越1985年创下的161.8毫米